大家好 我是高崇杰 高sir 最近有很多网友都给我们反映 就是说收不到我们的相片通知 在这里给一个小提示给大家 其实我们每一个频道的右手右下角 都会有一个貌似一个小钟或者是铃铃的物体 你一定要全部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当我们的相片 你们就全部都可以看到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sir正能量的时间 小市民衡量心不做事 说真相 今集高sir将会和大家分享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黄思区议员五位建 就是淡金挑战何君尧律师 但是他输了不认账不找数 第二件事高sir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位前中审法院常任法官列显倫 直斥法院中部和街头混乱 他讲了十个点 高sir今集会和大家讲清讲错 第三件事稍后再讲 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订阅留言赞好 救救高sir的台 因为高sir看到YT 就是YouTube一个报告 好 在上年12月至今年 竟然杀了我26000多个粉丝 除了限流还杀我粉丝 杀我这么多粉丝 原来大家可以看到YT是多邪恶 希望大家救救高sir的台 还有订阅高sir的频道 今天为什么高sir穿黑色衣服呢 原先在修例事件 我都不会穿黑色衣服 不过今天特别一点 因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成立75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铭记历史 密忘各似 高sir特别写了一张画 就是那个画 希望铭记 摆在桌上铭记这个日子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主席和一众国家领导人 在北京出席抗日战争 跟胜利75周年的仪式 我们一定要好好铭记 我们也时刻要记住 我们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要向外国的列强说不 还有不可以让他们欺负我们所有中国人 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抵气 好吗 接着第二件事就是高sir起身 即是那个立刻看到一些帖子 然后立刻写一篇文 那篇文的标题就是 《史上最成功的失败事件》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话说一位黄尸的议员 伍建伟之前大言不惨 就说他Facebook的like 只要超越何律师的话 他就会永远退出政坛 当然这件事引来很多黄尸议员 还有很多网民这样去批评他 即是黄尸 但是当然了 去到这些政治议题面前 他们那帮人的盲撑 结果就骗了很多like 到最后结果是怎样呢 最后结果就埋了单 去到最后 何律师 即是说今天上五十点半 何律师就是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人 原姓那条黄尸五建伟 即是149、145 即是说都在赢近两万 当然怨祷正常应该复输 但是这位呢 五建伟 厚硬无耻到 基本上龙门摆什么都可以 就说其实不是 他挑战何律师的时间 是一万三千八百五 一三八五四二人 那结果他 他就厚硬无耻地 骗到 即是去到149、230 就超越了他那个数 那当然各位网民呢 都不收货了 竟然可以厚硬无耻到 即是经常和现在那帮 泛民立法会议员 即是说总贴不贴 有些什么分别呢 对不对 我就在这篇文箱里 就用了史上最成功的失败事件 去做比喻 然后兼夹我就教一些网民 喂大家都不强嘛 这样愿道不服算 那全部银银 一次过跌回去 那喂大佬 我看一下这位姓五的PK 就是 面硬是有多厚 是吧 就是 真的抵得被人笑的PK 好 第三样东西 我就想分享 就是那个 大家可以看点新闻的 那阿列显倫 就是直戏 法院 纵容街头混乱和暴力的 我就想去 首先讲十点 十点 内容我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时间有限 他就讲得很中狠的 第一点就是说 一国两制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至关重要 里面的内容就是说 一国两制在2047年之后 继续实施 就是有个经验 可以继续实施的话 就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就是 中央从未牵离 为香港设定的路线 一国两制政策从没有改变 这个就很中狠 可以看到 这个虽然是外国的法官 但是是一个良心的法官 那里面的内容 大家上点新闻去看一看 第三点 他就说 法院对一国两制的理解 令人刮目结舌 刮目结舌 就是说 法院里面很多人 对一国两制基本上是一知半解 那才出现了过往这么多的闹气 第四就是 法院的裁决 长篇类读 啰嗦 逼使公众 沉默 是的 这点我都认同的 那接着第五点 就是 法院帮助 创造了 导致街头混乱的社会环境 哇 这句话 这里开始入育了 第六点 就是 法院允许 律师玩法性游戏 打击政府的机构 哇 这个 我相信说完这个部分 大家都很认同 接着第七点 就是 律师 对现实事而不见 道的 事而不见 道了 令人痛心的地步 是的 以前 法律是公正的 律师 就是为一些市民彰显公义 现在不是的 就是为 就是帮一些犯法的人 去打脱罪行 这些才是令到我们 嘩然 第八点 就是大律师公会 涉意 妻辞 迷惑 迷惑 那个 乱法院 哇 就是那个说得对 这个大律师公会 在一个乱 就是高长正能论之前 都不断地说 在一个乱港的分子 受美国的操控 是的 接着 第九点 律师颠倒基本法 抗击法院和秩序 是的 那这件事大家不用说了 这句说得出来 大家都一定非常认同 到第十点了 就是 司法机构 他说 受弊端困扰 一定需要改革 是的 英雄所见略同 是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就长达二千八百余字 有逻辑清晰 观点明确 是的 那 还是一位外籍的法官 来到去写的 那 我相信这篇文章 就是这篇文章 大家很值得去看 那当然 我高sir想去recap多次先 首先重点就是 法院持续让公众利益 屈从于个人权利的主张 从给予那些走上街头暴力抗议的人 一种个人主权的感觉 是的 这是第一个recap的 很重点 第二点就是 保护大多数人的法律被破坏 却没有惩罚这些 认为自己的个人诉求是至高无常 是的 第三点就是 法院在过去一年 帮助创造导致街头混乱的社会环境 是的 跟着 第四点 法院对一国两制政策的理解 迟钝得令人刮目结舌 法官把自己抬高至全国人大的位置 由此自我负权 击倒一项至关重要的主要立法 是的 到最后就是大律师公会 批评大律师公会 这里大家一定要看 我觉得整篇文 大家绝对值得去看 是的 今天高sir正能量就分享到差不多了 记住了 外面就下大雨 大家出外记住去打马马姐 未来不要捱坏身体 因为我们还有长久的一致 需要战的 用来战教育 和战司法 要去改革 和要战传王媒 好吗 记住 到最后就记住 留言订阅赞好 和分享高sir台 和未做全民检测的 一定要快点做 好吗 明天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请大家分享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